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氏一路被贬 但他追随陶渊明的脚步未曾停歇 从这位悠然自得的田园隐士身上 苏氏觅到了人生的方向 更从其超凡脱俗的诗歌中得到了心灵的抚慰 如吴柳先生一般 抛却纷繁世俗 彻底归隐山林 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事生活 成为了他持续追求的理想境界 然而 苏氏随一生向往隐移 却终未能像陶渊明一般完全归隐 为了表达内心强烈的渴望 苏氏尽贺其诗 在数年的光阴之中创作了大量的贺陶诗 并通过这些诗篇 与陶渊明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 那么 在这个由湖光山色 与隐异思想构筑的诗意世界中 苏氏展现了怎样的心境与人生追求 这种在仕途与隐异之间的矛盾挣扎 又是如何雕琢出他深邃的人生哲学的呢 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十二集 胡山我主人 苏氏的偶像在生活上可能主要是白居易 他包括给自己起一个东坡居士的号 都可能是受到了白居易的影响 而在诗歌上或者说精神上 应该主要受到的是陶渊明的影响 苏氏有一首诗歌是这么写的 他把陶渊明白居易加上自己 看着是月下三人 也就是隔世相知的三个人 这个态度足够明朗了 这同时也说明在苏氏那个时代 他也看不上什么人 所以他才在古人那里去找知音啊 找来找去 入眼的 也就主要是陶渊明与白居易两个人了 他追目陶渊明 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 他居然写了一百零九首贺陶诗 苏氏大量写作贺陶诗 主要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他最早的贺陶诗写于 元一又七年 1092年五月 当时他担任扬州之州 他在那里写了贺陶饮酒二十首 那么在这二十首诗歌之前 苏氏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要喝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呢 这段序的大概意思是说 我这个人呢 酒量小 但是也喜欢经常弄点小酒喝喝 喝多了一点呢 不胜酒力 就瘫着在那里 就要睡觉 一起喝酒的人都以为我醉了 其实我心里很清醒 所以你要说我醉了呢 其实我是醒着的 你要说我醒着呢 但我又有点醉着的样子 苏氏说啊 这个扬州的酒局啊 经常安排着中午 过了中午呢 喝酒结束 各自回家或者各自上班 而我就脱了外衣 伸着腿 就这么晕乎乎的 长时间的做手 你说我高兴 好像不是 你说我很舒适 好像比舒适有多一点 就是一种介于舒适 与高兴之间的状态 舒适也说啊 我因为弄不清楚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所以我才要喝陶渊明的饮酒啊 因为饮酒诗里面展现的 就是一种隐约有 但也说不清的一种状态 那我现在的状态 跟陶渊明很像 陶渊明写了那种状态 我也模仿着写出这种状态 苏氏的这一组贺饮酒诗 最初是写给弟弟苏泽 和门下的草补之等 这个时候的苏氏 那是扬州之州 扬州的一把手 那与陶渊明的影视身份 那是不一样的 一个地方大员 说我要模仿一个著名的影视 我们当然本人都会怀疑 但是中间有些状态是相似的 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看贺陶渊酒二十首的第一首 开头两句怎么说呢 我不如逃生 世事残绕之 他一开始就垫垫的基调 不是说我跟陶渊明一样 我才喝他的诗 正是因为不一样 我格外地欺慕他 我才喝他的诗 那陶渊明是个说走就走的大影视 不委屈自己 不起求别人 那活得是定天立地 而我是一方之州 也不知道有多少世俗的事情 要我去处理 那活得有的时候 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到 所以苏氏没有说大话空话 但他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陶渊明 平时忙忙碌碌 长得就深一点 一旦喝到微醺 四肢无力 软躺着的时候 陶渊明就好像来到了面前 与他深情对望 这个时候的苏氏 也就恍然把自己当成陶渊明一般的人物了 我们看一下第十五首 去乡三十年 风雨荒旧宅 唯存一束书 祭时无定计 美用溃渊明 上去何三百 其然六男子 出可传清白 与武岂不多 何事复叹息 前四句呢 就是说我在外面漂泊了三十年 老家也荒芜的一塌糊涂 我也没有能力去打扫 我自己在外面行踪不定 跟着自己东奔西走的 也就是书了 但是想起陶渊明 我还是惭愧的 这么漂泊的生活 我居然还在坚持 还在领着一份俸禄 这里面说的取合三百 它原来是形容不劳而获 侵占农民的成果 这么一个意思 苏氏在这里 应该是指领取了一份 有纳税人交的税 而分配的俸禄 苏氏是有劳而获 而且无私心 加上苏氏的三个儿子 苏曼 苏代 苏过 苏泽的三个儿子 苏池 苏氏 苏远 这六个儿子加侄子 各个个子都很高 而且心地存粮 家缝清白 应该可以通过他们传下去 这也是苏氏感到 很安慰的地方 苏氏的言下之意说 自己还不能完全地 做回自己 还只能委屈自己 在仕途上呆着 跟陶渊明来去无牵挂 自私其力相比 那自己是惭愧的 你看苏氏啊 自己确实在 仕和影之间困惑 而且挣扎 因为他不能断然地激流勇退 所以他更倾慕陶游明的果断于彻底了 在扬州支州任上 喝了陶渊明的饮酒 二十手之后 此后苏氏在当年就调任兵部上书 九月入京以后呢 到了十一月又任礼部上书 在后一年 也就是远幼八年 苏氏又要求外任 出为定州的支州 但是到了少顺元年 1094年 因为宋泽忠以张顿为上书 左扑役 兼蒙下四郎 他要全面地恢复新法 这样呢 苏氏又以鸡翅仙朝的名义 被贬到惠州 从扬州到惠州 苏氏的生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从公务繁忙的扬州之州 突然被贬 成为一个被官场遗忘的闲人 但也是这种身份的转变 让他终于能放下束缚 过上同陶渊明一般的隐移生活 在惠州 他深入自然 与白水山一见钟情 并在这里 发现了陶渊明笔下的诗意世界 苏氏以诗书怀 与他清末的陶渊明 展开了一场文学交锋 与灵魂交流 也正是与陶渊明的朝夕相处 使苏氏在避水青山间 重拾了那份超脱与自在 那么 苏氏在惠州的白水山 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 他的贺陶诗创作呢 少三二年 1095年 已经在惠州初步安顿下来的苏氏 又想起了陶渊明 以前在扬州 定州 以及在两地之间 在朝廷任职的时光 忙于公务 还想打拼出一方 自己的天地啊 陶渊明在他的生活中 好像又藏到心里面去了 现在到了惠州 基本上是闲人一个 没什么公务要去管 但是要做个影视 自己也没这个权利 但是归演的想法呢 他总还是 时不时地在心里面冒出来 提醒着他 让他再次地想喝陶氏的冲动呢 来自于一次出游 少三二年 1095年 3月4日 苏氏带着小儿子苏过 去游玩了惠州附近 也就在今天 波罗境内的白水山 白水山有汤犬 山顶有很大一片岩石 岩石上有几十处巨大的足迹 当地人传说 这是巨人的足迹 所以就称这个叫佛纪盐 这个地方的自然风景 带着浓烈的人文气息 那很对苏氏的胃口 所以苏氏 这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来 少生元年 10月2日抵达惠州 10月12日 苏氏就带着苏过 去爬过白水山 看过佛纪盐 泡过温泉 沿着山往东走 观赏过高达百刃的 极高的瀑布 百刃大概是200米左右 当然是很高了 走过清澈 而且很深的水潭 听着瀑布飞流落在水潭中 好像是白雪飞溅 有雷霆震怒的气势 苏氏宇这个白水山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游记 叫《寄游白水盐》 有写了一首 《白水山佛纪盐》的诗歌 里面有这么几句 此山五欲老 圣物燕求去 溪流遍春久 与我相兵主 他就想把自己的余生 就放在这个白水山 就这么度过了 他与白水山从此以后 就是主人与客人的关系了 溪流遍春久 苏氏想象着在这个白水山生活 那是何等的美好 所以你看苏氏之话说的 我总觉得一见钟情四个字 好像都不够分量 苏氏对这个白水山 既然一见钟情 当然去一次就不够了 尤其是要看看白水山 一年四季的不同风景才好 上次去是秋天 这次去是春天 苏氏说到了少生二年 1995年3月4日 我又带着小儿子苏过 去了白水山的佛基岩 两个人玩得十分尽兴 回城的时候就一路高歌 因为兴奋 也不做那个人力单价座椅了 就自己走 一边与客人聊着聊着 就到了水流摆面的叫荔枝浦的地方 到了傍晚 苍翠满山 竹林幽深 荔枝树上的荔枝呢 已经挂得层层叠叠叠的 苏氏正在看着发呆 荔枝园的主人 一个85岁的老人走了过来 看着苏氏盯着自己的荔枝树看 就指着荔枝树说 荔枝现在还没长熟 你看也没用 等它长熟了 请你过来一起吃 但是你别忘了 要带酒过来 我们一起喝酒 一起品尝荔枝 苏氏说 拿好拿好 一言为定 大概是一天奔波 回到家里 苏氏累得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上 他在梦中 被一阵读书声惊醒了 起来一看 原来是苏过 在读陶渊梅的 《归原田居六首》 他突然想起 自己三年前 在扬州 喝了陶渊梅的 饮酒二十首 此刻就没有再喝过陶氏了 惠州不同扬州 此时不同往时 时间宽裕了 心情放松了 所以苏氏觉得 要当敬贺其诗难以 要把陶渊梅的诗 全部贺一遍 我才结束 所以关于苏氏的贺陶诗 少生二年 1095年3月5日 这个时间要记住 因为从这一年开始 苏氏与陶渊梅 朝夕相处的时间 明显地增多了 两个人心智的契合 也越来越深了 我们先看这朵诗歌的第六首 昔我在广陵 昌旺财桑末 常饮饮酒诗 妥惑一笑事 当时已放浪 昌坐西不兮 省经常闲人 一劫展过西 江山护影剑 出墨为我义 携穿追渊明 东高有王记 诗诗称竟何为 六博本无义 这首诗 把自己在惠州贺陶诗 与扬州贺陶诗 做了联系 当然也做了区别 三年前在扬州 孩子是偶尔惆怅 想起了财商的那个陶渊明 偶尔的酒后 迎送的饮酒 感觉非常的畅宽 而今天我的职务没有了 那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闲人 漫长的时光 感觉也可以是 稍纵即逝 所以现在我闲下来了 那我就是江山的主人 那剩下的事情 那就是追随陶渊明 和唐代的王记 去做一个纯粹的影视 他知道 惠州的自己 与扬州的自己 在身份 环境 心态上 已经大不相同了 以前呢 自己被体制束缚着 即便有想法 也没有多少自由 现在呢 基本上在体制之外 我指挥不了这个世界 但我可以指挥江山 这样让我想起的书是 有一个他最好的朋友 写给他的诗 这个诗是这样写的 凭生万物 做方林 从此胡杀我主人 往事皆从心上过 周旋自在自由身 不再卷了 过去的就过去 过好当下 过好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 苏氏这个朋友 应该是真的懂苏氏的 只是不知道大家 知道这首诗 他的作者是谁吗 如果你不知道很正常 如果知道就奇怪了 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 当然苏氏的这一组贺陶诗 还写了不少 在白水山的事情 比如说遇到了 八十多的励志园主人 在汤泉沐浴 一边唱着歌 一边回去等等的情形 当然了 在惠州苏氏 还贺了陶游民的永津科 读山海经 石韵等等事 或者思考生命的话题 或者记彼此的交友 或者写日常生活 总之是以贺陶氏的方式 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思考 很可能苏氏原来就想在惠州 就把这个贺陶氏写完 谁料到政坛的风云 再次发生了变化 到了少生四年 1097年4月 因为当年的远幼党人 被进一步加重出发 折寿穷州别家 昌华君安置 苏氏想在惠州终老的愿望 也没有办法实现 当年的7月 苏氏带着苏国 到达了丹州 如果要说苏氏 在丹州的贺陶氏 还是要从他在惠州 到丹州渡海前写的 贺陶纸酒说起 苏氏带着对丹州的不安 四月份从惠州出发 正好当时他弟弟苏泽 也被变为华州别家 雷州安置 苏氏去海南 这个雷州 那是必经之路 5月11日 兄弟俩在滕州会合 然后一路同行 就到了雷州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兄弟俩见一面 那真的是不容易的 而今两个人 虽然都在被贬当中 但能同行共处一个月 那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很奢侈的事情 6月11日 苏氏要渡海了 但身体也出问题了 苏氏的痣疮发作了 这次发作得十分严重 痛得苏氏 整晚上都在呻吟睡不着觉 弟弟苏泽也整晚上睡不着 兄弟俩一琢磨 肯定是近期 酒喝多了 上火了 现在年纪这么大 再有个病痛 在丹州就更麻烦了 所以苏泽一边迎送了 陶渊明的执酒诗 一边要舒适向陶渊明学习 你彻底地把酒戒了 我们先看看当年 陶渊明是怎么戒酒的 他的执酒诗 中间有这么几句 平生不止酒 止酒情无喜 目止不安寝 成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 淫未止不理 徒之止不乐 为之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 今遭争止已 从此一止去 将止服丧事 和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从来就没戒过酒 戒了酒 我觉得生活又没啥乐趣 晚上不喝 那晚上又睡不安稳 早上没酒喝 连起床都没有动力 我也天天想戒酒 但对我来说 戒了酒 血气经脉 可能就不通了 抵御疾病的能力 可能就差了 我一直光知道 戒酒有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但就是没想到 其实戒酒对身体 是真的好 陶渊明突然意识到 戒酒的好处 那我从今天开始 就要彻底戒酒了 从此交予酒白白了 一直戒到我成了神仙 大家读了这几句诗 肯定怀疑 这陶渊明真的能把酒戒了 事实上 陶渊明戒酒并没有成功 或者说要真戒了酒 那个人可能就不叫陶渊明了 酒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陶渊明的商标 就是陶渊明的符号 我们看 贺陶执酒的最后几句 劝我诗渊明 力薄且为己 为个作悲拙 执酒这仇矣 望到虽未寄 隐约见经寺 从今东坡时 不利杜康寺 我先简单说一下 苏氏戒酒的决心 其实没有陶渊明大 他当然想戒酒 但一直在犹豫 所以这话说得有点模糊 虽然最后说 从此家里不利杜康寺 杜康据说是古代造酒的人 好像相当坚决了 其实我把后面的结果告诉大家 苏氏根本就做不到 他不仅继续喝 而且继续在酿酒 所以苏泽让哥哥 学习陶渊明戒酒的精神 但苏氏直接说 我这个人一致薄弱 我可能做不了陶渊明 我只能做自己 你看苏氏这个戒酒 好像就是为了这一次痔疮一样 这次痔疮好了 他就不管了 所以第一次在扬州喝陶食 是因为喝到微醺 要找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喝的是饮酒 现在五年过去了 因为痔疮不能喝酒 喝的是止酒 从寻找酒的感觉 到要结束酒的感觉 苏氏随着生活和身体的改变 喝陶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 从陶渊明那里寻找精神支撑 那是苏氏非常习惯的事 对苏氏来说迷茫的生活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迷醉的感觉 苏氏与陶渊明 虽相隔数百年 却仿佛跨越时空的知己 苏氏在生活与精神的困境中 不断从陶渊明的诗歌中 寻找慰藉与力量 从扬州到惠州 再到丹州 无论生活如何变迁 苏氏对陶渊明的追随始终如一 然而苏氏也并非是 亦不亦趋的模仿 他与陶渊明相淫以尽异 借陶渊明的诗意 抒发自己的情怀与感悟 并在其精神世界里 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 那么苏氏在贺陶诗的创作过程中 如何实现了相淫以尽异 他又是如何在借鉴陶渊明的同时 保持自己的独特性的 从少生四年1097年7月 到远辅三年1100年的6月 苏氏在丹州前后待了不到三年 在比惠州还要偏远的丹州 苏氏内心的寂寞 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到了丹州以后 贺陶不断 大凡日常生活 有人来往 节气变化 兄弟之情等等 他都以贺陶诗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如果稍微夸张一点来说 在丹州的日子 苏氏差不多 是与陶渊明一起来面对的 陶渊明的精神 也鼓舞着苏氏生活的勇气 苏氏写了 苏氏写了赫陶东方有一事 这首诗中间几句是这么写的 这首诗呢 其实是在虚实之间 写了一种似有若无的经历 所以有一事呢 跟着陶渊明一起游历 云山给了他灵感 他又想陶渊明借了他的无弦情 要通过弹情的这个假动作 来寄予我的情感 我突然觉得 借君无弦情 与我非只谈两句 差不多可以概括苏氏所有贺陶诗 也就是苏氏自己说的 相隐以敬意 原来就有一段苏氏自己的注 这个注是这样说的 此东方一世 正渊明也 不知从自游者谁乎 若了得此一段 我既冤明 冤明既我也 苏氏要说的是 无非是我如今 就是那个追随陶渊明的人 而追求的宗旨就是八个字 我既冤明 冤明既我 这是他的目标 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 但是这个目标是立在那个地方 苏氏在丹州贺陶诗的最后一题是贺陶锅主部两首 主要追念的是什么呢 少年时光 当然也想念两个小孙子 苏氏从元一右七年 1092年开始贺陶诗 到了元府三年 1100年结束贺陶诗 从最初的偶尔其信 来贺陶渊明的饮酒诗 到决定敬贺其诗 陶渊明在苏氏生活中的分量 应该是越来越重 意义也越来越大 苏氏当然不会满足于模仿陶渊明 你说两个人相隔大概700年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层不变的追目 不仅不可能 而且也没有必要 而且也没有意义 所以苏氏也不可能变成陶渊明帝 他永远是苏氏第一 其实在写贺陶诗之前 也就是元佑五年 1090年的十月 他已经写过《问渊明一诗》 里面有几句是这样说的 有酒不辞醉 无酒思饮权 力善求我欲 击人食财献 为孕忧伤生 忧去生亦还 重浪大化中 正为话所禅 有酒酒醉 美酒喝水 有善行要表扬 人饥饿就醉惨 放任自己又担心 忧愁走了也一样 总说放浪在这个世界中 结果还是被这个世界 卷得晕头转向 苏氏 他的诗歌比较跳跃 这一段意思说完了以后 合起来表达什么意思呢 就是顺应自然 与不顺应自然 最后都是麻烦一个连着一个 他自己在这个小叙里说 你不要以为我问陶渊明 就是与陶渊明的意见不易 这就是没有看懂我的诗歌了 我是相饮以敬意 并不是否定陶渊明 其实相饮以敬意 这五个字 差不多可以概括苏氏 贺陶氏的基本方向了 从陶渊明那里来 这个叫相饮 但要加入我的意识 或许要更进一步 更深一层 这个叫敬意 一年以后 也就是元16年 1091年 当年是任八月 苏氏就任到影州之州 有一天 欧阳修的第三个儿子 欧阳斐 来拜访苏氏 言谈之间 那对陶渊明的故事和见识 十分地赞赏 等到这个欧阳斐走了以后 苏氏也很有感慨 他写的一首诗 表达了对陶渊明的崇敬之情 其中有这么几句 渊明求献力 本源实不足 树带相独有 小区未为辱 凡然复归去 岂不念穷独 从以五斗米 则要饮口福 我饮的这几句 说的大概是 生活与尊严的问题 因为吃不饱肚子 所以陶渊明 只能去求个限定当道 因为上级官员 要下来检查 所以只能穿着症状来接待 对陶渊明来说 是有点委屈 但也谈不上什么耻辱吧 因为你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要遵行这个职业的规则 最后忍受不了 下决心回到家乡 他肯定知道 从此要面对贫穷与孤独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 你选择了什么 就要面对什么 你看这个苏东坡 他一边从陶渊明那里 吸取精神的营养 和处事的原则 另外一方面 又不断地改造着陶渊明 来切合到自己身上来 所以说苏氏很粉陶渊明 总体上当然没问题 但你如果认为苏东坡 就是一步一趋地模仿陶渊明 那你的理解就错了 何况苏氏自己就说过 他贺陶渊是相隐以敬意 这我已经说过不止一遍了 直白一点说 就是借陶渊明来说自己 这个结果就是 陶渊明自然还是那个陶渊明 而苏氏也不可能变成陶渊明第二 苏氏永远还是那个苏氏 他们有精神的相通 也有行为的不同 至少你可以看到 陶渊明无法忍受官场这一套 他可以归隐到乡下 苏氏虽然也经常过着 如农民一样的生活 但却不是主动地归隐 而是被迫形成的生活方式 一旦有了机会 他还是愿意回到一个 士大夫的状态 去为国为民 这就是两人的同宗之义了 我有时候也想 这个世界上 好像没有什么比学陶渊明更容易的 不就是放下所有的名利 走出社会和政治的圈子 回到雇园 做一个纯粹的自食其力的农民 你想想你要真学陶渊明 这个门槛真是太低太低了 就是天蒙蒙亮到地里去拔草 看到自己种下的庄家 一天天在尘早 祈祷风调雨顺 收成好 遇到本村的农民 再问问他家种的什么 你家的庄家长得怎么样 然后一直忙到天黑 扛着把锄头回家 一天劳作下来肯定是累的 但是因为希望和生活都在田地里 所以还是很充实 但为什么在陶渊明之后 很多人都说要学陶渊明 却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陶渊明呢 我总觉得 学的陶渊明的样子是容易的 要从里到外透彻地学 那就难了 历史上不少的士大夫 一受到挫折就扬言 我要学陶渊明 但是一有机会从入士图 那就兴冲冲地上任去了 也不知道把陶渊明 丢到哪里去了 对于苏氏来说 他早年雄心勃勃 要为那个时代 做一番轰轰烈烈的成就 他弟弟总是很了解哥哥的 他在为苏氏写的木制名里面 特别提到他哥 早年奋力有当势志 也就是想在那个时代 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这个时候 他根本就没想过归隐的事 结果呢 因为对政治关注太切 议论过于犀利 被政爹抓住了 摔了个跟头 舞台师啊 把他整得很惨 差点送掉了性命 从此呢 被贬的生涯 就占据了他人生的主体 他也经历过人生的繁华 但经常被打回到原点 这种太大的起伏 多少有点让他无所适从 他呢 总怀着希望 但失望呢 总是比希望更快地来拜访他 所以在生命的 外在的表现上 他只能听命 因为他已经没有 不听命的空间了 他一直觉得自己 有澄清天下的能力 所以他要去做官 但当现实教训了他 因为他除了政治的激情 还相当缺乏政治的智慧 所以留给他的舞台就很小 有时根本就没有他的舞台 这个时候 他当然就想归隐了 这个大概是苏氏 始终徘徊在 做官与归隐 这个两难选择中的原因 苏氏的痛苦就在于 有的时候 连选择归隐的权利也没有 但不能选择隐居 不妨碍他精神上的追求 他之所以一方面意识到 自己与陶渊明的身份地位不同 另一方面又表现了 对陶渊明的极大的崇敬 就是因为他意识到 我即便不能身影 身体做个影视 总可以心影 内心里面做个影视 一个想心影的人 他的精神瞬间就可以变得非常的强大 我总觉得这才是苏氏 利尽千辛万苦 依然能活出自我精彩的原因所在 他不用别人给他阳光空气和水 他自己就能给自己阳光空气和水 所以天地瞬间就只有他 以及近七百年前的陶渊明 这两个人 在这样的天地里 你说苏氏他能不伟大吗